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三候选人 出来 可是竟然没有这位史上最佳运动员 球你当然都是非常不满 虽然梅西嘴上没有说什么事但是相信在心里梅西已经非常生气被媒体惊视 他知道自己要站出来 要是人看看他的厉害 而且他也明白了在西甲如何如何 已经不足以让他再向江平选中战的先机 自己必须要在外界最看重的欧冠赛场有所表现 于是昨晚的欧冠手场帽子戏法 便是对外界最好的回应 相信之后的比赛梅西肯定一直保持着这种亢奋的状态 周赛季斯罗已经在游文图思有了一种皮态 梅西知道这时候就是展现自己年龄优势的时候 现在两人金球奖各为五个 不过相信梅西只要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状态 最终在退役时梅西肯定会获得更多的赞许 毕竟梅西是足球场上的精灵 爱足球的人不会不爱梅西 正是因为他多少年轻人走上了球场开始爱上这些运动 多少中年人重新走回球场重新坐在电视机前来收看这些让人无比振奋的运动 感谢梅西 没有人质疑他是足球史上第一人 就像乔丹之于篮球 舒马赫之于F1